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冰島環島之旅 今集會和大家介紹位於冰島東面幾個相對比較少人介紹的秘境 會和大家駕車駕大段碎石爛路才去到的元武銀河谷 再和大家行山 尋找隱藏在山上冰島第三高的瀑布 擁有天然移城 紅色尖條的紅線瀑布 再和大家去擁有超高的六個柱石 元武銀瀑布 看到這些景象 真的很感嘆 為何大自然這麼神奇 之後還會和大家駕車去經過沒有人介紹過的95公路秘境合谷 旅行當然不少美食 和大家去黑本小鎮吃小龍蝦 立即出發 和大家冰島東部之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我們來到冰島北面的鑽石之環Diamond Circle 和大家參觀歐洲水量最大的瀑布 代替瀑布 看完瀑布後 我們就要向冰島東面進化 冰島東面相對的景點比較少 很多人都會跳過東面的地方 就好像幾年前我們的環島之旅 都是直接駕車沿著1號公路 一直到冰島南岸 不過今次就會在東面多留兩天 和大家介紹幾個相對比較冷門 但很值得去的景點 第一個我們要去的景點是 漁武銀峽谷 Stu Laher 前往Stu Laher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你要走一大段碎石爛路 沿著1號公路 然後轉入九二山小路 之後再轉入另一條小路 走大概17公里才去到Stu Laher 這17公里的路 全部都是碎石爛路 所以我們要等一等 等了超過半小時才去到 不過沿途的景色都頗特別 這裏有個免費的停車場 而我們要走一大段鐵梯才去到合谷 但因為快要天黑的關係 又不想摸黑走碎石爛路 所以我們就要盡快跑下去 其實要參觀這個漁武銀峽谷 這個觀光台不是最好的地方 最棒是可以像對面的人一樣 站在漁武銀上 就可以拍到大家網上所看到的圖片 但可惜兩邊是胡不相通的 根據網上的資料 如果想過對面 還要駕駛多幾公里車 去到前面另一邊的停車場 才有橋過對面 然後還要多走大概8個字的路程 才來到這裏 可惜這次就沒有機會過對面了 唯有用航拍和大家參觀一下 兩邊都是漁武銀六個柱石 中間就是水流 都相對比較急的河流 其實香港的漫漫水庫都隱藏了很多六個柱石 不過有些地方相對比較難去到 雖然路途非常遙遠 但這裏的景色實在太獨特了 很想在這裏途遙遠一點的時間 看完合谷之後 我們就要沿路開車出去 天色就開始變得陰暗了 這裏沒什麼遊客 整條路相對寧靜很多 只有一片有一片的木牆 因為我們本來打算去那間超市 7點鐘的關門 本來以為是8點3 但誰知道原來是夏天 即7月8月才是8點3 所以現在沒有去超市 唯有去便利店買東西 今晚就不煮了出去吃 但我們都要買些東西 明天的午餐 因為買不到菜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打算來吃披薩店 這間披薩的評分挺高的 但我們11個人就沒可能坐在這裏吃 所以我們就決定買外賣 買完外賣之後 我們就要開車去民宿 第一次在冰島開車 一閃街燈都沒有 整條路除了反光板之外 還有天空的月亮 基本上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因為附近連房子都沒有空間 那當然是沒有燈啦 和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今晚的小小的家庭 我們兩個單位 每個單位兩間房 這間房已經距離用了 我們就不參觀 參觀我們的房 兩張單人床 都挺舒服的 沒有前幾天那麼漂亮 但廚房其實我覺得 算是比較大的 我們參觀一下廁所 浴室 嘩很大 但其實後面的區域不太用到 來到旅程的第七天 我們會和大家去行山 和大家去兩座相對比較難滿的瀑布 包括天然而成的紅線瀑布 Hengi Force 和六個柱石 原武岩瀑布 Leaf La Ness Force 這兩座瀑布 都是相對於中文blog 或者youtube 極少介紹的 是我自己看外國youtube的時候找到的 最初以為是很難去 可能要坐那些四驅車才來到 但原來發現 是有少許路可以來到的 是不需要走任何的泥路難路 所以非常之方便 這條行山路線 是由東部小鎮 Eustardex 駕駛大約半小時便可以去到 兩條路都可以去到 第一條是九三克路 另一條是九三三路 但建議大家就走九三三路 相對的路況會比較正常 我們來到這個停車場之後 發現是超多車的 其實在外國遊客眼中 相對比較熱滿 所以也有很多車客 而且前面也有咖啡廳 廁所那些 還在發展一些新的設施 相對人會比較多 我們正在建的遊客中心 右邊就會有一條樓梯 左右兩邊會有電網 防止羊逃走 我們就會在這個位置上山 對面也有山路 但應該是去福布的另一邊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時間 可以走另一邊 這條路線全程大概5公里 預計有2小時完成 現在我們一開段 都是一些鋪得很漂亮的木級樓梯 可以輕鬆一點的上山 這個畫面這麼熟面 對 每一節行山一定是有一些 這樣的樓梯做開段 我走了大概10分鐘的路程 就會見到另一對閘口 進了閘口之後 當時剛才相對我這麼斜 我們走了30分鐘 到1.05公里 就到我們第一個定式的磨 Daddy 就是這個六角可關鍵 這座六角柱石 羽毛岩瀑布 叫做Leaf Linus Force 雖然沒有南部的羽毛岩瀑布 Starsis Fort 這麼漂亮 但這裡的羽毛岩相對高很多 其實這個位置已經看到後面的紅線瀑布 Hengi Force 因為其實他們兩座瀑布屬於同一個河流 看見這麼高的六角柱石 立即臨在香港西貢的曼柱海岸 不過這裡多了一條瀑布 本身想好好地在這裡拍照 但就開始下雨 因為只有0.b hates耳的血量 所以咦 Tas 玉毛岩瀑布 央天橋 鐺 玉毛岩瀑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完完没银行铺铺之后,我们就继续行山,向前面的Hanggy Force进发 虽然下雨,但路况也算不差,所以就决定继续行 来到这个位置,左手边有条小路,是通向Hanggy Force 右手边有条桥,一路沿途桥下,就可以到刚才停车场的位置 但我们就要先左转Hanggy Force 这条小路的路况相对差一点,有部份路段是会有木板的 但有些位置就没有 我们要索尖而行啦,大家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们对鞋行山路就OK而已,走尖就要有少少了,要小心小心 刚才以为我们亲戚已经下去了,原来他们在前面进来 所以我们就继续向前走,刚刚路都很狼狈,有下雨有深 现在开始好像出太阳,哇,出太阳啊! 这儿竟然来到这里出太阳啊! 刚才一路走的时候,都下着雨啊! 现在整个眼睛是蒙了,看不到路的 但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终于好天分 Hanggy Force是冰岛第三高的瀑布 来远看,已经感受到它的澎湃和高度 它的出名之处,在这个瀑布中间有几条红线 而这些红线都是天然而成 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独特 只有冰岛这座红线瀑布独有 来到冠岛前面就没有路了 但有些人会依然向前走 记得留意安全啦! 中文字幕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剛才一直想著拍瀑布 完全沒有懷疑旁邊 原來旁邊有些很奇怪的石頭 有人知道這些石頭如何形成 如果知道記得留意告訴我 人一生就是這麼神奇 我們上來這座瀑布時 還是下雨 然後去到瀑布 就開始出現藍天白雲 離開的時候 天氣又開始變差 有時人的一生真是很難預料 你以為烏雲墨布就想放棄? 其實陽光就在前面 就算陽光是很短暫 但就是因為這份短暫 我們才要更加學會去珍惜 回程的時候 我們就走到另一邊的山路 這邊看到的六角柱石 高很多 剛才那個位置是看不到的 每一件事都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何必經常都限制自己 困住自己呢? 今天我們的行程不多 所以我們走完山後 就要開始向我們的住宿進化 冰島東面的一號公路 大部分路段都會沿著海岸線走 相對會繞路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選擇另一條路 就是這條95公路 上次來冰島自駕遊的時候 都走過95公路 95公路相對的景色是漂亮很多 完全是一個秘境 所以今次絕對要和大家介紹這條95公路 我們會經過一個很漂亮的湖 立即有一種上了高原地帶的感覺 這個湖旁邊有一間小屋 小屋旁邊有個小小的停車場 大家可以在這裡拍照 我們會在這裡拍照 這個號碰巧克力 也會在這條95公路上 我們會選出給阿堤的 甚至幾句話 之後我們會來到95號公路的精華 就是這個不知名的峽谷 進入峽谷前我們要走法格灣 法格灣本來不是問題 但這裡是碎石爛路 大家一定要慢慢開 最搞笑是去到彎位 有些位置是沒有爛光 但這個位置其實就是最美的地方 可以看到整個峽谷 可惜這裡沒有停車位 就不能慢慢欣賞 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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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島東部相對發展比較少 所以住的人不多 建築和農田都非常少 所以穩住屬也有點困難 我們今晚住的民宿是荒原幾百里 都沒有任何建築的農場 我們住的小木屋 相信應該是整個旅程最安靜的地方 和大家Room tour一下我們住一晚的小屋 這間小木屋小了一點 但其實超美 進去是浴室 浴室也很新 這裡有一間房間 兩張床 這個是一個廳 廳也有床 是雙人床 外面有露台 看下去是一個超美 超大廣闊的牧場景色 外面是有洋 不過現在這個位置沒有 我們再上上層 我們應該是住閣樓的 所以會上一上閣樓 在角樓的單人床 小木屋附近一點光害都沒有 可惜今天烏門密布 不然應該可以看到很多的光 本來打算第二天一早和大家放行拍 看看小木屋附近的環境 但今早下了很大的雨 來到第八日 今天的天氣相對比較差 除了下雨之外 整個天氣都是蒙茶茶 但就算天氣很差 我們也要繼續行程 第一站我們來到一個黑沙灘 Halferness 除了下雨之外 也很大風 所以也很冷 這個沙灘非常長 它是由一些黑色的卵石來形成的 想不到 我爸爸也很冷 現在很大風 現在 為什麼你也來的 現在已經來到冰島的第八日 開始已經很捨不得這裡了 現在已經快結束了 這個旅程 來到冰島東面 一號公路很多路段都在山腳旁邊走 這裡的山全部都是黑色一片 有點像我們之前在Diamond Circle 看過的危火山口維爾山 今天的行程會和大家去看蝙蝠山 我們會去一個叫做Stotless的地方 沿著一號公路 我們會經過一條隧道 出隧道之後 我們要左轉走入這條小路 Stotless這個地方 是屬於私人地方 所以我們要買票才進去 首先我們要去這個維京咖啡 我們來到這個叫維京咖啡的地方 就可以買票 原價是大概$01400的冰島幣一個人 但因為我們超過了10個人 所以有折扣 所以成為$900一個人 這個就是入場券 有QR Code 我們一架車一張票 然後入場的時候 就把QR Code 自然開閘就可以進去 裡面其實有幾個地方 是讓我們開車拍攝拍照的 也有些位置可以走山 但因為現在的天色相對比較陰暗 而且下雨 但同一時間也比較藍天和太陽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這裡喝杯咖啡 去廁所休息一下 有等好天一點 才再開車進去 我們現在來到蝙蝠山了 但這裡很大夢 而且很大夢 其實是讓我看不到的 所以就是這樣 本身這裡有個很美的地方 可以拍到蝙蝠山的天空之鏡 看到這麼大風 唯有苦中再落 大家看看 連地下的山都吹起了 因為冰島南部的超市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們特地開車去這個黑本的小鎮 跟大家逛超市買菜 我們冰島最常買的東西 整碗南梅 整碗南梅在車上不停吃 不停吃不停吃不停吃 冰島的水很多時候都是sparking water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喝水就要小心點 這支應該是武器的 來到冰島 不停買的泡菇 這隻泡菇我們很喜歡吃的 這隻泡菇我們是去到瀑布的景點 都不停吃不停吃 在這裡看到辣雞麵 這是什麼味道? 沒見過 來到蝦本小鎮 最重要的是吃龍蝦湯 然後我們就找到餐廳 不知道有沒有位置 如果有位置就可以去吃龍蝦 小龍蝦 這間吃龍蝦的餐廳都蠻有名 幸好有很多位置 所以我們就算walk in 也可以吃 我們點了個龍蝦湯 當然不少的就是小龍蝦 下一集我們會更精彩 和大家去到冰島南面的冰河湖 再和大家去整個冰島旅行的重點行程之一 就是親自走上去冰村 行山片就拍得多了 第一次拍這個行山冰村片 再和大家去尋找羽毛岩瀑布 這集就到這裡 記得留意下集 給我一個讚好 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最新影片通知你 記得分享和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如果 Judas Dynasty 取得更心 能賺 如果決定